第23章 基督的升高 我们已经探讨了基督的祥悲 基督在他祥悲的状态中 为选民赢得了救恩 现在我们来考察基督的升高 基督在他升高的状态中 把他所赢得的救恩应用在他选民的身上 使他们成为救恩的领受者 这一状态或被称为升高 Exaltation的状态 比如在腓利比书二章九节 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或被称为荣耀glory的状态 比如在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节 又记录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基督是上帝的位格之一 按其神性而言 他并没有受苦 但是按其人性而言 他受苦了 所以按其神性而言 他并没有升高 升高的是他的人性 在其神性之中 他始终都是至高者 至荣者 不变者 然而 在基督降悲的状态中 他的神性也而不显 而在他升高的状态中 他的神性就大大地显明了 但是 他的身高 仍然是指他的人性而言的 基督在其降悲的状态中 他以中宝的身份行作一切 并承受了各样的痛苦 虽然根据救赎之约 他为他自己赢得了荣耀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使选民得益处 一切益处都是由他而临到选民身上的 在基督升高的状态中 一般划分为四个部分 死里复活 升天 坐在上帝的右边 再临审判 一基督从死里复活 基督的升高第一步就是从死里复活 这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教义 救恩是与人心这一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 你落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九节 所以圣经中对于这一真理 有大量的清晰的阐述 有时用复活表明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六节 有时用从死里复活 罗马书四章二十四节 有时用又活了 启示录二章八节 我们必须考察基督复活的真实性 必要性和益处 一基督复活的真实性 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性 首先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马可福音十六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和约翰福音二十章中 所记载的复活的历史 得到了明确的证实 其次 基督的复活得到了以下的证实 一 天使的见证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五到七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七节 二 守卫坟墓的敌兵的证实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一节 三 使徒们的见证 这耶稣 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 乃是大卫的后裔 他从死里复活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提摩太后书二章八节 第三 耶稣在复活之后 相信他的人显现 也证实了他的复活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讲说上帝国的事 使徒行传一章三节 他曾经显现给 一 摩大拉的玛利亚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四 十八节 二 来到坟墓边的妇女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 十节 三 彼得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四节 四 前往以马楚思路上的 两个门徒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十三到三十一节 五 十一个使徒 多马不在场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 六 八天之后 在托马斯在场的时候 再次向十一个使徒显现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节 七 七个去打鱼的门徒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节 八 在加利利向十一个门徒显现 基督召他们到那里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 九 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六节 十 雅各 提摩太前书十五章七节 十一 他升天时向众使徒显现 使徒行转一章九节 十二 他升天之后 向斯提凡显现 使徒行转七章五十五节 十三 保罗 使徒行转九章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八节 十四 向约翰显现 把启示录赐给约翰 如此 基督向他的子民显现 对于那些傲慢地拒绝他的不敬前之人而言 基督则认为 不值得向他们显现 关于基督的复活 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一 基督的复活 曾经有地震相伴 当他死的时候 发生了地震 圣殿的曼子被撕裂了 在他复活的时候 又发生了地震 这不仅显明了他的神性 也显明了圣殿 对当时的犹太人及其土地的震怒 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很快就会毁灭 成为荒凉之地 其中的居民会痛苦地消亡 他们的宗教 也会从他们手中拿走 转移到外邦人那里 同时还表明 一切祭祀的礼仪 现在都要终止 不变的宗教取而代之 二 基督的复活 也被一个带着 天国荣耀的天使的降临 而大大彰显出来 这天使的面容如同闪电 衣裳如同白雪 这位天使移开了 由士兵把守的坟墓大门口的巨石 那些看守坟墓的士兵 惊慌不已 吓得呆若木鸡 但是 对于那些妇女 天使则说 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定十字架的 拿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他的话 后来也得到了 另外两位白衣天使的证实 这不仅显明了天使的圣洁 更是显明了 基督复活的喜乐和胜利 三 至于基督复活的季节 是发生在春天 那时昼夜等长 至于复活的日期 是发生在他死后的第三天 他并没有三天三夜 七十二小时 在坟墓中 这样的话 他就是在第四天复活了 他只是在坟墓中 连续停留了三天 礼拜五日落之前 犹太人的一天 是以日落结束的 从礼拜五的日落时分 到礼拜六的日落时分 这是第二天 从礼拜六的日落时分 到礼拜天的日出时分 这是第三天 我们把第三天 也算作一整天 这样基督就在坟墓中 待了三天 第三天日出的时候复活的 因此 要找出这三天 到底是哪三天 不需要从基督 在克西玛尼园中的受苦算起 也不需要把十字架上 黑暗的三个小时 计算在内 它是明亮的晨星 启示录22章16节 公义的日头 马拉基书4章2节 是来自高天的日光 路加福音1章78节 是照亮外邦人的大光 他在天刚亮的时候 活了过来 基督没有更早地复活过来 使人完全确信 他真的死了 他也没有在更晚的时候复活 如此根据诗篇 16篇10节 他的身体就没有朽坏 他整个的身体保存完好 适于重新接受灵魂 在犹太人安息日的时候 基督仍然还在坟墓中 但是 安息日并不预表基督 躺在坟墓里 一 在圣经中找不到这样的说法 二 在礼拜五和礼拜天的时候 基督也在坟墓里 三 安息日是喜乐的日子 而基督躺在坟墓里 则是令人感到极其悲哀的事 四 基督被埋葬是他祥悲的一步 并不是升高的一部分 埋葬属于基督受苦的一部分 灵魂与身体分离 因此基督躺在坟墓里 并不是他休息的时间 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六节 说他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之中 这并不是说基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 安息了 从中得到喜乐 而是说他 安居在他身心不移的复活的指望之中 五 假如安息日预表基督的埋葬 我们就不会再有安息日了 因为那样 安息日就会与其他所有的礼仪一起终止了 但是 关于安息日的诫命 却是永远有效的 这在以后的章节中会有详尽的说明 所以 安息日并不是预表性的 基督在一周的第一日复活 既然整个的礼仪 崇拜都终止了 在安息日特别举行的影子和预表的侍奉 就必然发生转变 从那一时刻起 安息日是在基督的复活日谨守 这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主日 启示录一章十节 从那时起 教会一直是在主日守安息日 4.基督静静地起来 从容不迫 正如人从睡眠中醒来 去掉睡衣 穿戴整齐 基督也是这样 把丧衣 以及遮盖他脸部的围巾 留在坟墓里 他们叠在一起 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约翰福音20章7节 基督自身就是他复活的原因 基督的人性由身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 这两部分在死亡的时候分开了 但在基督的神性 身体与灵魂始终是合一的 他们仍然是上帝之子的身体和灵魂 在基督复活的时候 基督这一上帝的位格又从乐园 也就是第三层天 把他的灵魂发回来 使其重新与身体联合 如此 他就借着他自己的大能 使他所取的人性重新活了过来 因此 基督的复活与一般人的复活不同 他的复活不是借助他人的力量 而基督则是借着他自己的大能 主动地真正地复活了 基督的神性 使他的人性复活了 这从以下的经文中明显可见 首先 我们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读到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基督在此处所说的殿 就是他的身体 二十一节 这一殿 也就是他的身体 将被犹太人毁坏 也就是杀死 然后主耶稣自己 而不是由别人 再把这身体建立起来 我要再建立起来 第二 我们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至十八节读到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他能用什么权柄舍命 也能用什么权柄把它取回来 不管是舍命 还是取回 他所运用的都是同样的权柄 第三 我们在罗马书一章四节读到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使徒保罗在此把基督的复活 视为大能的名证 证明基督是真正的上帝 但是 仅仅从死里活过来 并不证明复活者的神性 因为在圣经中记载 其他人也曾死里复活 而且最终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要复活 因此 他的复活证明 他是上帝的儿子 这复活是借着 他自己的大能而发生的 没有人能使死人复活 更不用说 使自己从死里复活了 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这样 在罗马书一章三至四节中 把基督的神人二性分别出来 并且彼此之间有清楚的不同 这更加明显地说明 基督是靠他自己的全能复活的 在这段经文中 谈及按肉体说 基督如何 也谈及按圣灵说 基督如何 也就是说照 他的神性而言 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按肉体说 他死了 也就是说 根据他的人性而言 按他永远的灵他 又活了过来 也就是说 按他的神性而言 因此 很显然 基督是借着他自己的全能复活的 第四 他必定要使自己复活 这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自己承担了这一痛苦的中保 也必须胜过这一痛苦 假如是其他人使他复活 他就没有胜过死亡 也没有拯救他自己 当然也不能拯救他人 意义 人们经常说 基督的复活是由复成就的 因此 并不是他自己使自己复活的 回答 既然赋予子缘为一 是同一上帝 他们的全能 当然也是一样的 父所行的 子也照样行 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 当把复活之功归于父时 是指他对中保的复活 是满意的 是喜悦的 基督是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 靠他自己的能力复活的 他复活的时候 是以钉死在十字架上时 同样的身体复活的 这复活的身体 在各个方面 都是同一身体 保持这一身体的各样特征 可以见到 可以摸到 也处在一定的地方 他的双手和双脚仍有钉痕 他的肋旁仍有羌毛捅伤的痕迹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九节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 这是回应多玛 在二十五节所说的话 在他复活之后 这同一身体 仍然具有身体的各样特征 只是成为不朽的身体 不再归于朽坏 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四节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罗马书六章九节 现在又活了 只活到永永远远 启示录一章十八节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腓利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荣 在圣经上并没有记载 所以我们也不晓得 也就是说 在他升天的时候 他的身体内在的荣耀 是不是比前四十天更大 我们并不晓得 在他与门徒交往的时候 他有可能并没有 把他自己完全的荣耀显明出来 他与门徒一同吃饭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三节 这是为了向他的门徒 保证他确实复活了 并不是因为他需要什么营养 他的胃口也 没有消化这样的食物 因为这与德荣的身体不相合 他借着他自身无穷的大能 使这食物消失了 在基督复活的真实性方面 我们就说这些 二 基督复活的必要性 第二 我们需要考察基督复活的必要性 之所以如此 原因如下 首先 对于预言的成全来说 这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基督自身所说的那样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河众先之起 梵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 二十七节 使徒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戈林多前书十五章四节 当然 在旧约圣经中有更多的 关于基督复活的预言 超过我们现在所能识别出来的 不能把我们略有认识的那些经文 当作无谬的凭证来使用 然而 以下的经文则是清清楚楚的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 诗篇十六篇十节 根据彼得所言 这些经文就是一个预言 所涉及到的就是基督的复活 使徒行传二章 三十一节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 必抬起头来 这是指基督的升高 诗篇110篇七节 在西伯来书一章十三节 也证实 这一诗篇所说的就是基督 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八至十二节 我们见到的是对基督之祥悲的表述 被欺压 受审判 被压伤 使他成为赎罪祭 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关于他的复活 我们发现以下的表述 与他同事的人 谁想到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他必心满意足 他与为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分裸 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二节 三十五节 以及西约圣经的一般经文 都证实这一章所说的就是基督 第二 预表必须应验 很多事情都是与基督的复活一致的 都可以在某个方面 用在基督复活上 一 对于以撒的情况就是如此 保罗谈及他的时候说 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西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 二 约瑟也是如此 他被从坑里拯救出来 然后又被从监狱里拯救出来 此后被安置在高位上 创世纪四十一章 三 参孙也是如此 他将加萨城的门扇拆下来 就他自己脱离了仇敌的手 史诗纪十六章 四 想一想 踢罪羊阿萨谢乐 立位纪十四章四到七节 五 想一想 那两只鸟 一只鸟被宰杀在水上面 另一只鸟 占于宰在活水上的鸟穴中 然后被放在田野里 立位纪十四章四到七节 六 想一想 但以理 他被从狮子坑里就拔出来 他的同伴也曾经脱离火窑 毫发无损 但以理书六章二十三节 三章二十六节 所以这些例子都有共同的地方 他们都适用于基督的复活 当然 他们是否真的预表基督的复活 这是不明确的 以下的两个例子 更有可能是预表 但是也不是确定无疑的 第一就是亚伦的账 民数纪十七章 这账本是死的 光秃秃的 被放在做见证的账目里 人都看不见 第二天 摩西进法贵的账目去 谁知 立位族亚伦的账 已经发了牙 立位纪十七章八节 毫无疑问 亚伦和立位族的祭司 所预表的 就是耶稣基督 在西伯来书中经常提及此点 基督作为大祭司死了 死后被埋葬在坟墓里 从而 使人都看不见 他再次活着出现 带来荣耀的果子 当然 亚伦的账并没有埋在地里 第二个例子就是约拿 虽然并不完全适用 但主耶稣亲自提及约拿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 他在大于腹中的停留 就预表耶稣被埋葬在坟墓里 约拿在于腹中停留了三天 然后再到岸上来 此时预表耶稣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第三 基督复活的必要性 从其中宝的职份来看 也是很显然的 中宝 一 必须胜过死亡 和西阿书十三章十四节 二 必须是永永远远的君王 诗篇四十五篇六节 三 作为大祭司 必须进入至圣所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 四 必须从天上拆派圣灵 给他的选民 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 假如基督没有复活 这些事情都不会成就 因此 基督的复活是必不可少的 三 基督复活的功效和益处 第三 我们必须考察 基督复活的功效和益处 这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 保罗满心可目 经常思想基督的复活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腓利比书三章十节 第一个果子就是称义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 唯一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上帝 使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或作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 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 复活了 罗马书四章二十四 二十五节 只要中宝还在受苦 死亡仍有权势挟制他 他就仍然没有偿付完 最后一点赎金 他胜过最后的仇敌死亡 而且他活着得胜出现 就显明罪 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补赎 赎价已经付上 上帝的公义得了满足 由这一书价得了补偿 如此中宝 就被称义了提摩太监书三章十六节 所带来的结果就是 上帝的所有儿女 都在他里面与上帝和好 没有一个罪 甚至一丝一毫也未剩下 所有的罪都做出了补赎 因此他们脱离了一 切的罪债和惩罚 若是有人感受到罪债和惩罚的可怕 晓得罪招惹了上帝的震怒 因此在良心中只有惊恐 没有平安 对于这样的人而言 最最可慕的就是诚意 就让他转向这一宗宝 借着信心仰望他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显明他已经为罪 做出了完全的补赎 他召唤你 让你接受他所赐予的丰盛的生命 无需付上任何代价 借着信心接受他吧 请这样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求问主 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 向主请求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 我的罪没有受罚吗 我的罪债还没有偿还吗 我的忠宝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进入安息吗 你不是与我已经和好的上帝和父吗 我还没有与你和好吗 违愿这样的人 根据赐给所有借着信心 接受基督之人的允许 努力把基督的复活应用在 自己的身上 直到最终 他经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 使他称义 并与上帝和好 第二个果子是成圣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四至五节 说明了此事 所以 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保罗在《哥罗西书》中 也强调了此点 你们从前在过犯 和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 上帝赦免了你们 或做我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哥罗西书》三章一节 信徒虽然晓得自己已经称义了 但他们对此并不满足 他们整个的身心 是想看到上帝的形象 在他们身上出现 自己合乎上帝的形象 从而与他联合 为他而活 这就是他们的救恩 他们所喜悦的就是认识上帝 爱他 敬畏他 顺服他 在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上 都有属灵的美德 玩完全全地与他的旨意相合 对于他们而言 罪是可比的 他们恨恶自己身上的罪 在上帝面前感到羞愧 内心为自己的作为充满忧伤 倘若他们 能够从那时他们忧伤的最终得释放 该是何等的喜悦呀 这使得他们渴慕天堂 晓得在那里 他们就在意中得见上帝的面 当他们醒来的时候 得见上帝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诗篇十七篇十五节 哦 唯愿这成为你内心的渴慕 促使你一心一意地过圣洁的生活 因为主为他的孩子们所设定的道路 就是当他们如此征战的时候 使他们蛮有喜乐地在成圣方面不断成长 不断前进 一 要把基督的复活视为榜样和模式 基督是在清晨复活的 你当养成一醒来 就默想基督的复活的习惯 让每次醒来 每次起床 都成为激励你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机会 基督是在一周的第一天复活的 所以 在每一个安息日的时候 都当纪念基督的复活 使你自己与他的复活联合 使之成为你新的灵命复兴的契机 基督离开了坟墓 那是死人呆的地方 同样 你也当根据你自己的职业 尽量避免与世俗的不敬前之人的往来 他们是死的 发出臭气 而且他们的恶臭能感染人 基督把果实布留在坟墓里 你也当增悟那被肉体污秽的衣裳 把一切有罪的事都撇在所多玛和埃及 也就是坟墓里 离弃荣誉 美物 娱乐 以及一切属世的东西 基督活着出现 也让你的光这样发 出来 使每个人都感受到 你和罪人 却有极大的不同之处 要用你的行为表明 你已经离弃世人所依恋的一切 在爱上帝 敬畏上帝的事上 显明你的爱心 谦卑和属天的生活 让上帝的形象和基督的样式 在你身上显明出来 这样行并不是为了让人看见 而是为了使基督得荣耀 使世人晓得自己的罪 并鼓励到那些敬虔的人 基督复活之后 在他升天之前 有四十天之久向人显现 与人来往 目的就是使人相信他确实复活了 并使他们的信心得以兼顾 同时 他之所以这样行 也是为了使他的教会得益处 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的生活目的 也当是在世上境前度日 使那些认识你的人 认识错误 得到鼓励 同时 你这样行 也是进入天堂之前的准备 二 让基督的复活 激励你过圣洁的生活 使徒保罗就是这样教导的 这样 你们像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罗马书六章十一 五节 因我们想一人 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戈林多后书五章十四 十五节 以使徒为榜样 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既然基督作为我的忠宝 已经通过他的死 消除了我所有的罪 我怎能仍然生活在罪中呢 我难道不当与他一同 从罪的死亡中起来 在各样的圣洁上 与他同行吗 我们灵命复活 所需要的大能 就蕴含在基督的复活之中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即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彼得前书一章三节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斐利比书三章十节 每个信徒 都是主耶稣的肢体 那在基督身上的圣灵 也在他们的身上 他是借着同一位圣灵活着 头经历什么 肢体也必定经历什么 既然元首基督已经复活了 那次生命的大能 就流进他的各个肢体 他是树干 信徒连在他的身上 正如被连上的枝条 接受枝叶和生命的大能一样 信徒也接受了基督 那次生命的大能 若是借着信心 与复活的基督联合 就会意识到 来自基督的那次生命的大能 使我们的灵魂活过来 基督复活的第三个果子 就是信徒蒙福的复活 上帝的方式就是借着诸多的十字架 带领他的儿女们归回天界 今生的死亡就属于此 这死亡虽然并不是对罪的惩罚 但他们仍然要与所有的人 一起跨越这艰难的道路 然而 借着基督的死 他们的死亡不再是咒诅 死亡对他们也失去了毒钩 他们是平安离世 因着基督的复活 他们也必将复活得救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 又活过来 罗马书八章十一节 此处把复活归诸于父 但是 此处之所以提及 把基督的复活 与我们的一起提及 就在于说明他们的复活 是我们复活的原因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提 魔太后书二章十一节 但基督成了初熟的果子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 因此 信徒的复活会与大丰收一起发生 也就是说 在基督之后 将来所有的信徒一起复活 因为教会是他所充满的 也就是基督所充满的 以福所书一章二十三节 所有基督的会众 都是他的肢体 必定都要复活 如此基督神秘的身体 就可以活下去 信徒当把这一真理 运用在自己的身上 因那荣耀的盼望 而高兴欢喜 说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上帝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 他们可以像约伯一样说 我知道 我的旧属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要看他 并不像外人 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约伯纪十九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以上所说的 就是基督升高的第一步 也就是基督的复活 二 基督的升天 基督升高的第二步 就是他的升天 正如我们对基督复活的考察一样 我们必须考察基督升天的真实性 必要性和益处 一 基督升天的真实性 首先我们来考察基督升天的真实性 关于基督的升天 有时是用主动的语气表达的 仿佛这是基督自己所行的 比如有时用动词升天 我要升上去 见我的父 约二十点十七分 有时也用以下的词来表示 一 去 我若去 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 二 离开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意的 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 三 进入 做先锋的耶稣 就为我们进入曼内 西伯来书六章二十节 四 生如高天 有一位已经生入高天 西伯来书四章十四节 有时是用被动的语气表达的 仿佛这是附向他所行的 圣经上说 一 被带到 被带到天上去了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一节 二 被高举 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 或做他既高举在上帝的右边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 三 富乐义 把他所应许的荣耀赐给他 所以 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菲利比书二章九节 涉及基督的升天 我们必须谈及他的位格 行为 时间 地点 和方式 关于位格 是同一位位格 既是上帝 也是人 曾经受苦 受死 现在作为中宝 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作为中宝升天 这一升天的行为 是位格的作为 但却不属于神性的作为 在此之前 他的神性 早已经在天上了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二节 而且在未有世界之前 就与父同享荣耀了 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 当他降悲的时候 他把他的神性 隐藏在人性之后 当他升天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神性 更加清晰地显明出来 因为基督的神性 是无限的 是不可测度的 所以 既不会改变地点 实际上也不会降悲 升高 这些所指的 都是基督位格中的人性 是照其人性而言的 他也是在人性中受苦 基督的升天 不是他人性的作为 也不是基督位格的作为 而是基督的位格 照其人性的作为 记 说生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 就是远生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以福所书四章九 十节 此处提及基督的位格 并把升天的作为 归于他 或是属于他的神性 或是属于他的人性 行为本身就是 升天的行为 这个词所指的是 地点的改变 当一个身体改变地点的时候 就是从原来所在的地方离开 跨越一定的空间到 其他地点 到达一个原来不在的地方 同样 基督按其肉体而言升天 离开他曾经长期居住的地方 他跨越大气层和宇宙 到达第三层天 上帝的乐园 他父的家 升天的时间 是在他复活四十天之后 四十 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圣经中 摩西曾经在山上 与上帝同在四十天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 当初 以色列人 在旷野也是四十年 生命记八章两节 以利亚在到达上帝的 圣山和列山之前 走了四十天 一直没有吃任何东西 列王记上十九章五到八节 四十天之后 南海要献给上帝 立位记十二章二到四节 在第四十天的时候 英海耶稣被带到圣殿 在主的面前献上 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 主耶稣在旷野进食四十天之后 开始了他在社会上的侍奉 马太福音四章 复活之后 他在与门徒交通四十天之久 然后升天使徒行转一章 他的升天之所以没有发生在更早的时候 是为了使门徒们完全确信他确实复活了 并把天国 的是教训他们 在此之前 由于他们的软弱 他们并不能忍受这样的事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 他的升天也没有发生在更晚的时候 这样就使得他们既摆脱了以色列国那时 就要建立的观点 更使他们免得过分依恋他身体的同在 一般而言 他离世的地点就是大地 我又离开世界 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 特别是橄榄山 使徒行转一章十二节 是在伯大尼的对面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节 他所跨越的空间 包括可见的天 大气层和宇宙 已经升入高天 西伯来书四章十四节 他所居的目的地就是第三层天 是圣天使所居住的地方 那地方也是选民享受永福之地 此处的天既不是指上帝 也不是指通常所说的属天的喜乐 也就是与上帝的交通 而是在有形的天空之上的一个地方 西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 远朝诸天之上 以福所书四章十节 也就是第三层天 使上帝的乐园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 四节 使他父的家约翰福音十四章两节 因此基督的升天并不是象征性 地发生的 也不仅仅在于他的身体消失了 不见了 如此得了荣耀 成为无所不在的身体 假如这样的话 只是一种状态的改变 并不是地点的改变 实际上 基督的身体是真正的地点的改变 基督升天的方式是极其显明的 一 正祝福的时候 基督升到天上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节 他与门徒说话 以熟悉的友善的方式 向他们告别 他向他们宣告祝福 并当下应验在他们的身上 因为他们大大的欢喜 回耶路撒冷去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二节 二 他是在众目注视之下升天的 当时门徒都在他的身边和他说话 他也和他们说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升使徒行转一张九节 就像以利沙看着以利亚升天一样 使徒们也看着耶稣被取上升 直到有一朵云彩 出现在升天的耶稣和注视的门徒之间 如此他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这并不是说 云彩直接升天 好像把基督载在车里一样带走了 基督得荣的身体并不需要这样 而且如果这样的话 就与圣经中的记载不符 圣经中记载说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 这样他就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 他们也无法定睛望他了 三 他是以荣耀的方式升天的 胜过了死亡 魔鬼和阴间 由千千万万的圣天使陪伴 如此进入上帝宝座 之前的第三层天上帝上升 有喊声相送 耶和华上升 有脚声相送 诗篇47篇5节 由此看来 很显然基督的升天是真实的 可见的 有地点的改变 事却确实实地发生了 针对路德宗人士的主张 我们希望用以下的证据 做出更多的证明 首先 就其人性而言 基督在他升天之前 并不是无所不在的 同样 在他升天之后 也是如此 当他在某个地方的时候 就不在别的地方 我没有在那里 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约翰福音11章15节 所以 在圣经中清楚地说 在他升天之后 他既不在地上 也不在世上 我又离开世界 约翰福音16章28节 因为常有穷人 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马太福音26章11节 意义 这样的经文 适用于他可见的存在 但并不是于 他身体的灵在 回答 这样的主张 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在圣经中 并没有做出 这样的分别 而且 这与身体的本性 也是相悲的 因为所有的身体 都是可见的 当以利亚在山上 与基督说话的时候 虽然他已经有了 德荣的身体 仍然是可见的 第二 天使也证实此点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身 使徒刑 转一张九节 他们之所以 看不见基督了 并不是因为 他变成了 无形的不可见的 而是因为 有一朵云彩 出现在他们中间 把他接走 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因此 天使说 这离开你们 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 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使徒刑 转一张十一节 基督升天的时候 是在众目的 注视下升天的 在将来审判的大日 他驾云降临 众人也都要看见他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三十节 当涉及身体的时候 不管是被接走 还是上升 所指的都是地点的改变 使徒们在这一方面 提供了充分的见证 参考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 五十一节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假如 有人用上升 去 离开这个世界 被接走等类的词说一个人 同时又坚持说 那人仍然在他刚才被见到的地方 即使孩童和傻瓜 也会嘲笑这样的人 既然这种方式的说话 就人而言 是指地方的改变 对于基督来说 也是如此 因为他也是完全的人 像他人一样 有一个真正的身体 第三 圣经上有很多经文 谈及看见基督在天上 这也证实了词典 司提反看见耶稣 站在上帝的右边 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 使徒保罗也说 末了也嫌给我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八节 因此 基督虽然在天上 仍然是看得见的 从位置上而言 以洛和以利亚是在天上 信徒的灵魂也是如此 任何身体在那里的都是如此 他们处于天上 也就是说是一个特定的地方 因此天是一个地方 基督称天为乐园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 保罗称之为第三层天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两节 基督称之为我父的家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三节 他在那里为他的选民预备住处 他到哪里 叫他们也在哪里 在那里 他们就永远与主同在了 铁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节 很显然 基督升天的时候 就是到这个地方去了 西波来书六章二十节 因此 基督确确实实升天了 是在众目之下 改变了他所在的地方 他的升天既不是 在人的视野中消失 也不是变成了无所不在 第五 这也是与真身体的本性相悖的 我们在第四十章的时候 会探讨罗马天主教的弥撒 那时 我们会更多地考察这一问题 一一 基督的人性是与他的神性联合的 因此 他的神性在哪里 他的人性就在哪里 所以他的人性也是无所不在的 回答 一 这种主张本身就是矛盾的 这仿佛就是在说 太阳是与宇宙联合的 所以宇宙在哪里 太阳就在哪里 也就是说 在同一时刻 太阳总是环绕大气层和地球 二 假如这样说 基督既然是在身体内成运的 他在其出生之前 就已经是无所不在了 那躺在马草里的身体 不仅是在马草里 也是天上地下无处不在了 这种推理既与圣经不合 也与身体的本性抵触 因为一个身体不可能同时 与另一身体处于同一地方 否则 所有的人都会处于基督的身体之中 所有的身体都处于 他身体所在的同一个地方了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二 以下的主张也是相仿 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既然上帝的右边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基督的身体也是无所不在的 回答 一 圣经上从来没有说 基督的身体在上帝的右边 二 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是指他的位格 是根据他的人性而言的 即使如此 坐在上帝的右边 也不是位置的变化 因为上帝是个灵 因此 既不是位置性的 也不是肉体性的 而是指基督升高到一个尊荣的地位 三 假如照其肉体而言 基督因为坐在无所不在者的右边 所以他也是无所不在的 那么所有的信徒将来在审判日的时候 也会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他们也会在基督的右边 而基督照其神性而言 也是无所不在的 假如这样的推理方式 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他们照其肉体而言 也是无所不在的了 因为基督在上帝的右边 而他们则是在基督的右边 既然后面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那么先前的说法同样也是错误的 四 这种三段论推理在形式上也是不正确的 一三 那降下的 就是远生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以福所书四章十节 回答 一 诸天 是指可见的诸天 大气层 有星系的宇宙 在此之外 就是第三层天 基督飞越诸天 西伯来书四章十四节 进入了第三层天 圣经上经常言及 他居住在哪里 他的子女将来也必在那里 与他同在 二 充满万有鱼以肉体的形式 充满各地 并不是一回事 因为假如那样的话 就会有好几个身体 同时占据一个地方了 另外 不管是在圣经上 还是世俗作者所撰写的书籍中 万有都不是指地方 准确地说 充满万有是指圣灵浇灌下来 这是基督因着他升天的果效 而浇灌给他的教会的 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 在 以福所书四章十一节中 指明了词典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三 此处所指的是基督的位格 是属于他的神性的 他并没有按其人性 从天上降下来 而是以其神性从天降临的 因此说 那降下的 就是远生诸天之上的 一意思 我们不能按字面的意思 来解释基督降到阴间 因此 也不能按字面的意思 来对待基督的升天 回答 一 关于基督的事 不能因为一件事情 是比喻性的 就一定把基于所有的事情 也都视为是比喻性的 二 降到阴间 这一说法 是出现在 使徒信经中的 也当按字面的意思 来理解 因为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指基督 被安放在一个空穴中 也就是被埋藏在坟墓里 三 倘若说基督是召集神性从天降临 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 指的不是位置的改变 而是仅仅只行为本身 因此 当言及基督升天的时候 这对他的神性而言 从比喻的角度 也是正确的 但是 我们并不能由基督的神性 而得出结论说 对于他的人性和身体而言 也是如此 因为 从字面的意思来看 身体既不能降临 也不能升天 义武 虽然是在天上 但基督仍然与世上的子民同在 因此他是无所不在的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28章20节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哪里有我在他们中间 马太福音18章20节 回答 基督既是上帝 也是人 因此 对于一性和事的 对另一性并不合适 对于基督的位格合适的 不能说对基督的二性都合适 比如说 基督从亘古就在 基督死了 基督是无限的 基督就在天上 基督始终与他的子民同在 基督不常与他的子民同在 马太福音26章11节 当基督应许要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 是指他的位格 是按其神性而言的 而不是按其人性而言的 此处所引证的经文 大多数所说的并不是他位格的同在 而是他对于反求告他的人的帮助 安慰和祝福 以及与他的圣言相伴的大能 关于基督升天的真实性 我们就说到这里 二 基督升天的必要性 基督的升天也是必要的 基督这样受害 又记录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路加福音24章26节 首先 对于预言和预表的成全来说 这是必不可少的 一 在圣经中曾经预言说 众成门哪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把头抬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诗篇24篇9节 你已经升上高天 诗篇68篇18 使徒保罗明确地 把这些经文 应用于基督的升天知识上 以福所书4章8节 二 这也在以诺 创世纪5章24节 和以利亚 列王记下2章11节的 升天知识上 得到了预表 把约贵抬到西安山 也同样适用于此 其中大卫说 上帝上升 有喊声相送 耶和华上升 有脚声相送 诗篇47篇5节 基督升天最显著的预表 可以在大祭司 进入至圣所之事上 观察到 立位纪16章 这也是使徒用于 基督升天之事上的 西伯来书9章24 6章19 20节 其次 基督大祭司的职份 也要求他升上高天 在旧约中 大祭司仅仅是杀死 祭生还不够 他的职份 要求他带着祭生的血 进入至圣所 同样 基督仅仅是 默默地受苦受死 为赎他子民的罪而死 还不够 他还必须带着他的血 也就是 他受苦的功效 进了 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 显在上帝面前 西伯来书 9章24节 这是他担任 大祭司的两大职份 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他若在地上 必不得为祭司 因为已经有 照律法宪礼物的祭司 西伯来书 8章4节 3 基督升天 所带来的益处 首先 涉及到基督 对于信靠他的人而言 基督的升天 给他们带来 极大的快乐 他为我们的缘故 成为贫穷 多经忧患 忍受世人的轻蔑 但如今 他胜过了这一切 胜利地进入了天庭 当初 大卫在他众子民的陪伴下 把约贵从俄比以东的家中搬运到西安山 那一日对于所有的以色列人而言 都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大卫被圣灵充满 就在约贵前跳舞 历代至上十五章 诗篇的作者唱道 上帝啊 你是我的上帝 我的王 人已经看见你行走 进入圣所 歌唱的行在前 坐乐的随在后 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 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 当在各会中称宋主上帝 诗篇六十八篇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当所罗门被高立为王 坐上以色列的王位的时候 众民都跟随上来 他们是如此的喜 乐 连地都震动了 列王记上一章四十节 主耶稣进入了天庭 这喜乐和荣耀 当然更大 当他进入天庭的时候 众天使天君陪伴他 当时何等的欢喜啊 当那些德荣的圣徒 见到他进入天庭的时候 当时何等的欢喜啊 父是何等欢喜的接待他呀 因此 我们也当跟随他 大声欢呼 曾被杀的羔羊 是配的权柄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颂赞的启示录五章十二节 第二 对于信靠他的人而言 基督的升天 对他们也有极大的益处 借着他的升天 他通过受苦和受死 为他们所赢得的一切 都归给他们 特别是大卫 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 和保罗 以福所书四章八节 他们把两件事 与基督的升天联系在一起 他掳掠了仇敌 为人领受了各样的恩赐 一 他掳掠了仇敌 选民生来就是魔鬼的俘虏 因此也是世界 和各样的邪情私欲的俘虏 不管你读到还是听到这样的信息 也是如此 然而 基督借着他的死亡 征服了这些仇敌 在他升天的时候 公开地胜过了他们 过去的罗马人 在征服他们的敌人之后 就会举办一个凯旋的仪式 进入罗马城 那时候 他们就带着俘虏游行 基督在升天的时候 也是如此行的 那些曾经俘虏他的众子女的 现在成了基督的俘虏 基督在升天的时候 就把此事显明出来 因此 假若是你与基督有份 就当把关魔鬼 世界和自己的邪情私欲 视为已经被征服的仇敌 他们已经受到了捆绑 你已经从他们的暴力和挟制中 被拯救了出来 充满信心 为此欢喜庆贺吧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独钩在哪里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 他们对你再也没有挟制的权柄了 当然 他们确实经常向你发动猛烈的进攻 给你带来诸多的创伤 使你大大忧伤 但是 他们只能做到征服者容许的程度 征服者放松捆绑他们的锁链 他们就在某种程度上放肆 而且 征服者晓得他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放松锁链 而不致造成危险 他希望向他的子女们表明 他把他们从何等可怕的狮子 和重腹中就拔出来 使他们从而有更加感恩的心 他希望在战斗中磨练他们 使他们也成为征服仇敌的人 使他们与他一同得胜 因此 在这场 征战中当刚强壮胆 晓得基督的仇敌 不会掳走一只羊 即使只有少许的力量也会得胜 最终作为征服者而披戴冠冕 二 从基督的升天 也为人生发了各样的恩赐 一个爱基督的人 必定可慕荣耀他的主 必定愿意把他人也带到他的面前来 为此他们需要各样的恩赐 比如知识 智慧 胆量 教导的恩赐等 主耶稣借着他的受死为他们 赢得了这些恩赐 并借着他的升天 获得了把这些恩赐赏给选民的权柄 并根据他们在各自工作中的需要 根据他们侍奉他的愿望 把这些恩赐赏给每个人 任何人若是发自内心的 想使人晓得基督的荣美 愿意带领他人与基督相弃 他就当相信 基督现在已经在天上 他之所以领受了各样的恩赐 目的就在于赐给人 那些为了见证他而谦卑的祈求的人 必能得着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上帝 主就必赐给他 雅各书 一章五节 第三 圣灵的浇灌 也是基督升天的果子之一 当然 在基督升天之前 信徒就已经因着他将来的升天 而得到了圣灵 否则 他们就不会成为基督的产业 也不会得到重生 也不会凭信心生活 祈祷 他们曾经为这一圣灵而祈求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 你的灵本为善 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诗篇一百四十三篇十节 就是考察 在他们心里 基督的灵 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 但是 就其位格和程度而言 那时 圣灵的灵在 不那么丰富和显明 但在基督得荣之后 他就按预言所记载的 把他的圣灵丰富地浇灌下来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你的后裔 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三节 因我已将我的灵 浇灌以色列家 以西节书三十九章二十九节 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 约尔书二章二十八节 这一预言的应验在 使徒旱传二章十六至十八节 可以见到 主耶稣曾经在好几个地方 做出这样的应许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 请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 就拆他来 信徒晓得 他们心中属灵的异象 都是圣灵造成的 他们可慕圣灵的交通 可慕圣灵住在他们的心中 他们不断地为此祈求 若是感受不到他的灵在 感受不到他大有果效的运行 他们就感到忧伤 但是 他们必须抓住真理不放 那就是 圣灵就住在他们的心中 而且始终与他们同在 直到永远 他们知道 非常明确基督已经升天 同样 对于基督升天的果子 也就是他们享有圣灵的同在 他们也当深信不疑 所以 在祷告的时候 要常常牢记 基督的升天 就是他们横切祈求 纳住在他们心中的圣灵 加增其运行的基础 基督升天的第四个果子 就是他施行其大祭司的第二个职份 也就是带导 这是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探讨的 借着他的带导 基督为他们预备地方 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 他在天上担任他们的元首 他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以福所书二章六节 他在天上为他们的先锋 西伯来书六章二十节 持续地为信徒扑救来到上帝 施恩宝座前的道路 使徒恳切地奉劝我们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 弟兄们 我们基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之圣所 使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子经过 这慢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上帝面前 西伯来书十章 十九到二十二节 所以当操练你的信心 借着基督的升天来到上帝的座前 在那里你会发现 见到你所信靠的耶稣 然后提出你心中所渴慕的 仿佛你自己就在那里一样 基督代表你在那里 为你预备地方 最终也必会把你带到那里 永远与他同在 当为这一事实而高兴欢喜 基督的升天对于我们的成圣而言 也是大有果效的 既然元首已经在天上了 他所有的肢体 必定也变得有属天的心智 借着基督的升天 他们就不断受到鼓励 追求圣洁的生活 这就是使徒保罗所劝解我们的 他说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哥罗西书》三章一 两节 上帝的子女啊 地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使你迷恋的呢 一 基督并不在世上 他已经离开大地 升上了高天 二 另外 大量的精力也使你晓得 世上的一切不过是虚空 无法满足人心 或是你无法得到 你想得到的 仿佛你越是苦苦追求 离你越是遥远 因此 这种虚浮的欲望和躁动 使你精疲力竭 即使你得到了你所追求的 你也会认识到 这并不是你心里所想得到的 常常不过是一束次人的荆棘而已 一拥抱 你就会发现伤了自己 是的 这一切不过是污染而已 而所污损的就是你自己 你常常发现 这些世俗的得失 使你的精神感到沮丧 使你的良心不得平安 攫取了你属灵的自由 影响了你与上帝的团契 使得你持续不断地生活在各样的躁动之中 而且把他的良心都刺透了 这使得你的祷告生活冷淡 充满了不安 丧失了那种坦然无惧的心情 这使得你无法横切祷告 你得不到通常在祷告中所能得到的心灵的开通 使人常常在祷告中一无所得 空手而归 三 另外 对于身外之物的欲望非常容易增加 而灵命很快就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脱离网罗 浮出水面 又常常很快复现其中 四 既然你已经蒙照脱离世界 正如亚伯拉罕被召出了迦勒底的乌尔城 以色列人被召出了埃及 你就不当继续在其中停留 也不要返回 更不要像罗德的妻子那样回头眷顾索多玛 你当超越现实和感官之势 从此以后行走天路 正如保罗就他自己和信徒所说的那样 菲利比书三章二十节 首先 基督在天上 难道你的心不愿意到你的财宝所在的地方去吗 难道基督不是你的财宝 可慕 生命和挚爱吗 他在天上 对于在这个世界上的信徒而言 他们终有一天会与主同在 这是他们的安慰 《铁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十八节 所以 就当使你的思想 行为 爱心与你天国子民的身份相称 让他们致力于基督所在的地方 第二 天堂才是你真正的家乡 要承认自己在世上不过是客人而已 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寻求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 《西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 十节 那里是你属灵生命的源头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它是我们的母 《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 那是你父的家 约翰福音十四章两节 也是你的家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上帝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临后无比 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在那里 天使也在那里 他们是我们的伙伴 《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 二十三节 这就是我们的产业 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彼得前书一章四节 正如人的心思意念 倾向于世上的产业一样 我们更当可目天上的产业 第三 唯独天堂是真正喜乐的地方 在世上所能享受的些许微光 就给我们带来无法言喻的喜乐 当初 上帝把天堂之事启示给雅各 他是何等的快乐呀 耶和华真在这里 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乃是上帝的殿 也是天的门 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六 十七节 摩西的愿望就是 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节 大卫的安慰就是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诗篇十七篇十四节 亚瑟的喜乐就在于 我亲近上帝 是与我有意 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八节 既然上帝不仅容许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寻求天上的事 更让我们以此为乐 就让我们全心寻求这种喜乐 并在其中不断地高兴欢喜吧 第四 坚持在天上与基督同行 我们不知不觉地就会发光 就像当初 摩西在山上与上帝相交四十天 下山之后 脸上放光一样 我们众人既然长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第五 当注意基督吸引人的大能 他现在在天上 而且他曾经预告 当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的时候 就会吸引万人归向他 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 而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 正是他后来进入天庭的基础 信徒们 每当你思想天上的事 寻求光明 生命和交通 祈求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的时候 雅各一章四节 你就会经历到基督的这种吸引 因此 不要让基督的吸引归于突然 当你感受到基督的吸引的时候 就当甘心乐意地顺服 你就必定会经历到 你的为人处事 更加容易行在天上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当不断地思想 圣经中所记载的天上知识 要特别注意那些被带进主的内事 尝到过天堂未导至人的技术 常常思念主所 显明给你的事 品味其中的甘甜 要多多祷告 而且 当你祷告的时候 要思想处于天上的基督 思想天使和那些得荣的圣徒们的欢乐 要想一想 他们如何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屈膝敬拜 他们蒙受何等的光照 他们在仰望基督的时候 有何等的爱心 也当默想他们的欢呼 但愿颂赞 尊贵 荣耀 全是 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启示录五章十三节 三 基督坐在上帝右边 基督之升高的第三步 就是他坐在上帝的右边 我们来考察这一步的真实性和益处 一 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真实性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 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真实性 圣经中经常证实 基督已经坐在上帝的右边 这也是在旧约圣经中所应许的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诗篇110篇一节 在使徒旱传二章三十四节和西伯来书 一章十三节证实这节经文所指的就是基督 在西约圣经中记载 这确实成就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上帝的右边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 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哥罗西书三章一节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西伯来书一章三节 当然这是一种象征的说法 因为上帝是个灵 与身体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也没有与身体类似的地方 因此上帝并没有右手 这一象征的说法是来自人的语言 一般说来人的右手比较有力 主要是用这只手来完成很多事情 所以上帝的右手所象征的 就是力量和大能的施行 保护你右手所在的 和你为自己所兼顾的之子 诗篇八诗篇十五节 人字 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 因为人把右手视为最重要的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希望尊崇的人 放在他们的右边 所罗门曾经这样善待他的母亲 列王记上二章十九节 因此 基督坐在善待的右边所表达的 就是他被升高到极其荣耀的地位 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西伯来书一章三节 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西伯来书八章一节 因此 圣经上说 基督得了荣耀 尊贵为冠冕 西伯来书二章九节 坐在右边 并不是指比其所编者优越 因为新娘 基督的教会 也是站在基督的右边的 王后佩戴俄斐金士 站在你右边 十篇四十五篇九节 但是 他仍然服从基督 因此 基督坐在父的右边 是与父的荣耀的大小 没有任何关系的 毫无疑问 上帝仍然是至高者 没有任何人能在他之上 想象上帝有右手 中间的手 左手等 并没有任何意义 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并没有其他特殊的意义 因为圣经上 有时也说 基督站在上帝的右边 是图形传七章五十五节 有时说 他在那里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 当然 我们仍然可以从 坐在得到甜蜜的默想 一 这给予基督更多的尊荣 因为仆人站着是适宜的 二 这表明 基督确实在 施行中宝的职份 因为坐在宝座 或审判座上的君王 就是在施行其治理的职份 三 这表明 基督在享受他劳苦之后的 甜蜜安息 四 这表明 基督永远居住在荣耀里 这样的思想 既是可靠的 也是甜蜜的 但是 这是不是隐含在 坐在之中 则不是确定无疑的 无论如何 坐在 站着 和在上帝的右边 所表明的 都是受造物 所能得到的 极大的尊荣 只有中宝基督 按照他的人性 得到了这样的荣耀 被高举 远远超过 所有的天使 使徒谈及此时说 所有的天使 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西伯来书一章十三节 说上帝在某人的右边 意思是说 这人会得到 上帝大能的帮助 说某人 在上帝的右边 则是说 他得到了 质大的尊荣 二者是略有不同的 如此质大的尊荣 唯独属于基督 圣经上 确实也应许说 信徒将来 要与基督一同 坐在他的宝座上 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 这是指 基督在降悲 和升高 他们甜蜜 所赢得的益处 和荣耀 要传递给他们 但是 圣经上 从来没有说 他们坐在 上帝的右边 作为中宝 主耶稣 坐在父的右边 根据他的神性 他与父同志 永远与他同等 因此 从这一方面而言 他是不会得到什么荣耀的 他坐在父的右边显明 他作为唯一的中宝 是独一的荣耀的上帝 在他的降悲状态中 这一事实 几乎总是隐藏在 他的人性之后的 他曾经谈及这样的事实 他说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 在他的人性中 他所得的荣耀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照其人性而言 他所得到的来自上帝的亮光 慈爱和喜乐 是受造物所能承受的极致 在他身体的荣耀上 他胜过他身边的所有人 保罗谈及此事的时候说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为利比书三 章二十一节 二 基督在上帝的右边施行他的职份 基督作为中宝座在上帝的右边 这是与他的职份有关 首先是与他大祭司的职份有关 对于君王和先知的职份的施行而言 他祭司的职份是前二者的基础 在圣经中所应许的就是 当他完成大祭司的职份的时候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 他就可以成为君王和先知 保护并教导他的子民 从西伯来书一章三节中 明显可以见到 他是作为大祭司坐在父的右边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结净罪属于祭司的职份 此处与坐在父的右边联系在一起 因此所指的就是敌基督的职份 所以基督是作为祭司坐在父的右边 在西伯来书十章十二节 也说明了他作为祭司与坐在父的右边的联系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 另外下面一节经文说的也很清楚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西伯来书八章一节 第二 他也是作为先知坐在上帝的右边 圣经上说 他从那里插排他的圣灵来教导他的子民 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 或坐他既高举在上帝的右边 又从附受了所允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但自己说 主对我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 三十四节 第三 他也是作为君王坐在上帝的右边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 以福所书一章二十 二十一节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 在上帝的右边 众天使和有权柄的 并有能力的 都服从了他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 有时说 坐在上帝的右边 是基督的作为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上帝的右边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 参考 西伯来书八章一节 他已经完成了 他在世上当作的一切工作 但是仍然需要在天上 成就诸多的工作 当然 并不是处于地上那种 祥悲的状态 而是在荣耀的状态中 在为他自己并为他子女的益处 赢得荣耀之后 他就得了这样的荣耀 这与上帝 与他所立的约是一致的 这一坐在上帝的右边 也常常归于父的作为 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 或坐他既高举在上帝的右边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 赐他荣耀尊贵 为冠冕 西伯来书二章七节 既然他已经满足了条件 父就公义的赵约赐给他那样的荣耀 所以我要使他与微大的同分 因为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在五十三比十二 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说 父赵其恩宠根据希腊文版本 赐给他一个名字 这并不是说基督并没有赢得这一名字 而是说 因为父的要求已经得了满足 父就在完全的恩宠和爱中 把这一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了他 涉及到选民也可以这样理解 为了选民的缘故 基督被恩惠的赐下 目的就在于完成选民得救所需要的一切 关于这一教义的真实性 我们就说这些 三 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益处 总起来说 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益处 就是有效地执行他的各样职份 首先 既然他是作为大祭司 坐在制大者的右边 他的带导当事何等的有效啊 既然父亲自对他说 你求我 我就赐给你十篇二篇八节 父子能否定他的任何祈求呢 他既然坐在父的右边 并且是为正义的事业祈求 他带导当事何等的有效啊 第二 既然他是作为先知 坐在上帝的右边 他必定会为他的教会和子女 提供足够的恩赐和恩惠 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 或坐他既高举在上帝的右边 又从附受了所赢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浇灌下来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 第三 既然基督是作为君王 坐在上帝的右边 他必定有效地把他的选民 作为一个教会召聚在一起 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或坐他就是神高举 在自己的右边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 和赦罪的恩 赐给以色列人 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 他必会大有全能地保守他的教会 使他的选民一个也不会消亡 地狱的大门绝不会胜过他们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因此 那些抵挡教会的人 必会受到他的惩罚 被他摧毁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诗篇110篇一节 在你右边的主 当他发怒的日子 必打伤猎王 他要在猎帮中刑罚恶人 尸首就变满各处 他要在许多国中 打破仇敌的头 诗篇110篇五六节 四 基督再来实行审判 基督升高的最后一步 就是他再来实行审判 在基督的升高中 前面的几步都是世人所看不见的 只有信主的人才能借着信心见到 但是 基督再来实行审判 尽管只是借着信心 接受未来必要发生的事 却是所有的人都会看到的 没有一个人例外 基督作为审判者 必要再来实行审判 这是基督升高的一步 其确定性 在以下的经文中明显可见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马太福音24章30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马太福音25章31节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约翰福音5章27节 因为一词所指的 就是他的受苦和受死 他的受苦和受死 成全了救赎之约的条件 由此他得了审判世界的权柄 此处我们比再多说 因为在第三卷中 我们将进一步探讨 一基督之升高的应用 在结束基督的祥悲一章的时候 我们曾经谈极其普遍的应用 现在我们要把基督的升高 和基督的祥悲放在一起考察 得出其中的应用 唯愿信心使我们在前面 所探讨的事宜化为现实 当经常与莫达拉的玛利亚 一道去看那埋藏耶稣的坟墓 在那里静思默想 注意死在坟墓中的耶稣 再看班开党在坟墓门口 巨石的天使 那荣耀的降临 主耶稣活了过来 荣耀 得胜地出了坟墓 默想天使的显现 和基督的出现 聆听他与妇女和门徒们的谈话 就这样安静地让自己 进入基督复活的真理和荣耀 思考基督如何成就了一切 征服了一切 陪伴门徒们一起到橄榄山 聆听基督最后的祝福 注视他升上高天 按照他父的吩咐 坐在了上帝的右边 四周是人所测不透的荣耀 倾听天国居民的欢呼 上帝上声 有喊声相送 耶和华上声 有脚声相送 诗篇四十七篇五节 当主安放大地的根基的时候 天使一同欢呼 约伯纪三 八章七节 当弥赛亚降生在世上的时候 他们尊主为大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 那时 那荣耀的天使们 是何等的欢喜啊 无数的天使从地上升到天上 他们是何等的 井然有序啊 大群的天使陪伴他 跟随他 当主耶稣凯旋 进入天庭的时候 他们必定欢喜快乐 在他面前屈膝敬拜 他们必定为他的尊荣 吹响号角 那些得荣的圣徒 是何等的想见到他呀 当他们见到他的时候 当是何等的高兴欢喜 欢迎他们的忠宝回到天上 在他面前屈膝敬拜 并高声欢呼哈利路亚 因此 当把你的眼目 仰望这位荣耀的君王 瞻仰这一君王的荣美 当初 他在其人性中 真正品尝到了 世上的各样心酸 焦虑和羞辱 深受痛苦的煎熬 如今他 同样作为人 而得了真正的喜乐 这是为他所定的日子 是心中喜乐的时候 雅各三章十一节 上帝插排他的爱子到世间 执行一个艰巨的任务 如今 基督已经忠心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他的爱子荣归天庭 父得了荣耀 基督当是何等的喜乐呀 他的众弟兄们已经得赎 他现在要为他们 在天上预备一个地方 基督对此 当时感到何等的欢心呢 父接待他 并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 以荣耀和尊贵为他的冠冕 父是何等的喜乐呀 总之 天上喜乐洋溢 所有的居民都依次歌唱 众城门拿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军之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 王诗篇二十四篇七八十节 二 劝人默想得荣的基督 虽然我们无法像当初的私体反一样 以非同寻常的方式 看见天开了 从而见到人子 站在上帝的右边 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六节 虽然我们也不能像保罗一样 进入第三层天 以非常亲近的方式 得见基督 但我们在死后 也能这样了 我们可以而且 也当借着信心 见到耶稣 得了尊贵荣耀 为冠冕 西伯来书二章九节 让信心成为 你所望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确具 全心全意地 仰望得荣的耶稣 仅仅考察圣经上的字句 研读圣经中 所显明的真理还不够 一定要深刻地默想 事情的本相 仅仅是自己努力 借着信心顺服到底 与罪征战 致死肉体的邪情私欲 否定自己 在基督的宝血中 寻求良心的平安 还不够 仅仅是思考基督的祥悲 在他的祥悲中 寻求赎罪 还不够 仅仅思考 这些事情所导致的 是极大的枯干 不幸和犹豫不定 如此行也会拦阻人灵命地成长 并使人无法正确地荣耀耶稣 如果在默想基督祥悲的同时 也默想基督的身高 就会带来极大的灵命成长 安慰和力量 这才是天堂的开始 根据基督的祈祷 仰望得荣的基督 是选民永远的喜乐 父啊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 为了促使我们在地上如此的默想 已经在天上得荣的他 他也照他自己的应许 在地上向那些珍惜爱他的人显现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这一应许就是激励人寻求的 这样的显现也会激发爱 爱使得人思想他 而默想他又得蒙更 清晰的显现 如此循环往复 当时你自己习惯于默想 这一得荣的基督 并且使你对他的默想 在各个方面不断扩大 首先 当默想这一得荣的基督 就是上帝 耶稣基督我们的中宝 并不仅仅是一位荣耀 显赫的人物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上帝 罗马书九章五节 这是真神 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 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并与上帝同等 菲利比书二章六节 这就为默想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当人得以认识耶稣 是独一的永生的上帝 并得见他各样完美的属性 循序渐进 就会晓得他之大的充足 无上的威严 全能 公义 荣耀 慈爱 怜悯 明白 受造物有限的理性 无法认识主耶稣的这些方面 更不用说彻底透悟了 那时人就会不再盯着自己 如果这样行 当然不是纯粹的理性上的思想 也不 是仅仅道听途说 而是亲自经历这样的洞见 确实经历 并品尝到那些人 所不能透悟的完美属性的果效 和甘甜 如果在这一切中 默想作为中宝的耶稣 默想 他确实是如此显现的 思想上地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 居住在基督里面 哥罗西书二章九节 也就是说 是真真确确的 如果得见他的荣光 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那么 我重申 人就不会再盯着自己 那时 人就会全心全意地 把荣耀和尊贵都归于他 在他面前屈膝敬拜 默念你威严的尊荣 诗篇一百四十五篇五节 第二 继续默想耶稣 他以威严和尊荣为冠冕 再赐予他的荣耀中为中宝 保罗在以下的经文中 所说的就是此事 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上帝 腓利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希伯来书一章四节 当初彼得 雅各和约翰 曾经在变象山上得见主耶稣 这一荣耀的显现 这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至五节 有记载 现在 他既然已经征服了一切 与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 他所得到的荣耀 又当是何等的大呢 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 在那里 他作为得胜者 被尊为所有选民的救主 诸多的 智慧 恩典 公义 真理等等 都是借着他写明给天上和世人的 在那里 他被宣告并立 未承受万有的 希伯来书一章两节 天上地下的一切 不管是日月星辰 风霜雨雪 连同地上一切的动物 从最大的巨兽 到小小的蚂蚁 毫无例外 唯独他是万有的承受者 是的 即使那些不敬钱的人 甚至那些大小的邪灵 也都在他所承受的产业的范围之内 他按他自己的旨意使用它们 使那些与他一同为后嗣的得益处 并使父的名的荣耀 他不仅具有后嗣之名 而且确确实实为后嗣 万有都是他的产业 他被立为万有的拥有者 使用者和同管者 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马太福音28章18节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级赐你为天产 师 篇二篇八节 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 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级 诗篇七十二篇八节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 等上帝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节 他是坐在施恩宝座上的大祭司 西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 作为唯一的大先知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以福所书四章十一 十二节 要承认他确实如此 并把荣耀归给他 第三 接着默想 天使和人都是如何对待他的 上帝的使者 都要拜他 西伯来书一章六节 他们都甘心乐意地听从他的吩咐 并差派他们到各处完成他的命令 每当从他得到一个特别的命令的时候 他们就作为火焰 予以执行诗篇一百零四篇四节 请注意在他的荣耀面前 各样的邪灵也是恐惧战惊 他已经胜过了他们 伤了他们的头 即使他们仍然富于顽抗 也不过是处于他的掌管之下 没有他的允许 他们连珠群里也无法进入 想一想以下的事实 全世界所有的信徒 都是单单仰望他 都把他视为信心的中心和巅峰 想一想 他们如何跑向他 以他为他们的拯救 他们如何信靠他的翅膀的护友 如何在他面前谦卑自己 欢呼 荣耀和尊贵 赞美与全能都归给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当信主的人 如此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一一默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的心就会常常的为爱所点燃 他必然会为基督的荣耀 而高兴欢喜 仿佛听到天使 德荣的圣徒和世上的圣徒 对主的赞颂 他必会发现他的心灵 非常容易地加入了歌唱的大群 与他们一同欢呼 你们要向上帝歌颂 歌颂 向我们的王歌颂 歌颂 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 你们要用悟性歌颂 上帝做王治理万国 上帝坐在他的圣宝座上 列邦的君王聚集 要做亚伯拉罕之上帝的名 因为世界的盾牌 是属上帝的 他位置高 诗篇四十七篇六到九节 为了进一步激发你 致力于这样圣洁的默想 请考虑以下的方面 首先 你的心思意念 不可能没有任何思想 你所默想的主题 越是尊荣 你的思想 就会在其中发现更大的愉悦 也会在追求完全的过程中 不断长进 但是 唯有德荣的基督 才是我们集中思想的荣耀的对象 再也没有比德荣的基督 更荣耀的默想对象了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哥罗西书》二章三节 若是与德荣的基督相比 世上的东西都是低级的 粗俗的 腐败的 你的心思意念不当 为这些东西占据 假如没有在其中 见到上帝的同在 一切都不过是影子而已 转瞬即是 给你的灵魂所带来的 只不过是伤害 压抑和败坏 为什么把你的眼目 集中在这些虚幻的东西上呢 这一德荣的基督是今世之子 所无法企及的 所以他们的心思意念 就沉溺于这些世俗的东西 从中得到些许的乐趣 对于他们而言 再也没有别的 但是 信主的人啊 你是认识耶稣 可慕耶稣的 除了仰望这位荣美帝君王之外 你心灵的眼睛 还要瞻望什么呢 以赛亚书33章17节 若是开始的见主耶稣 世上的一切都会失去 那迷人的光泽 把你的恋目转离世上之物 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假如你的眼目常常转离耶稣 就当为这样的行为感到羞愧 假如你的眼目转离他 这就会拦阻你灵魂的喜乐 使你无法思念天上的事 导致极大的黑暗临到你的身上 这一切都会成为你每天的经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的心思就会逐渐地下沉 归向世上的东西 要想在隐秘处 在远离世俗的地方 与耶稣相企 用鸽子的眼睛仰望他 就得常常把时间和精力 从这些世俗的事物中 解脱出来 第二 对于上帝的孩子而言 再也没有比仰望耶稣 更令人愉悦的是了 上帝的愿望 就是他的每个孩子 都欢喜快乐 因为他经常劝勉他们如此 应许说他要迎接那欢喜 的人 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五节 没有什么能比仰望得荣的耶稣 更使他们心中 持续不断地高兴欢喜 所以 让你对耶稣的默想 成为甘甜 在与主甜蜜相交之后 摩西坦然地向主表明 踏了他内心的渴慕 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 给我看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节 主是如此的仁慈 他并没有完全否决 摩西的这一请求 他对摩西说 他太软弱了 无法承受他的荣光 然而 他仍然向他写明了他的荣耀 宣告他的名 从摩西的面前经过 这事确实发生了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 仔细思考 做出判断 是否还有任何东西 比以下的事更能使你渴慕 喜悦 如果主耶稣手拉手地把你带进他的内室 向你显明与救赎之公相关的各样的属天的奥秘 并向你显明他作为上帝一切完全的属性 以及作为中宝所得到的荣耀 让我们进一步假定 他用爱心向你保证说 他一切的荣耀和完全都是为了你 都是为了使你得益处 圣父 圣子和圣灵 一起把你提升到无法侧头 无法言喻的喜乐之境 并用他的慈爱和志足满足你今世和永世一切的需要 你自己说 还有比这更令人喜悦的是吗 当初 主耶稣正是用这样的应许来安慰他的门徒们 使他们高兴欢喜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 二十三节 另外 除了你在圣经中所读到的有关的描述之外 还有那些曾经得见主面的敬虔之人 所做出的愉悦人心的记载 还有你自己特别经历到的 我敢肯定 你的心灵必定会更加渴慕默想得荣的耶稣 当你的眼目转离 这一领人愉悦的景象的时候 你必然会感到难过 这也是他从你的世界中撤回的原因 因此 为愿以上的讲述能激发你的心智 使你持续不断地仰望得荣的耶稣 把你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他的身上 使你可以更加清晰 更加亲近地得见他 并在其中自乐 第三 仰望以荣耀和尊贵为冠冕的耶稣 不仅是奇妙和令人愉悦的 而且也有使人成圣和改变心灵的效果 我们众人既然长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摩西在山上与主交通四十天 当他下山的时候脸上放光 那些仰望主耶稣的人 同样也会发出这样的圣洁之光来 这正是你所渴慕 祈求并为之感叹的 然而 借着仰望耶稣 你就可以发出这样的圣洁之光来 一 得享受荣建他荣面敌人 心中就会充满满足和喜乐 这样的人既不会渴求 也不会思想其他任何乐趣 因此 世上一切眼目可遇的东西 各样的荣美 赏心悦目的事 都不会影响到这样的人 在他们的心目中 这些东西的荣耀 效果 甘甜 都荡然无存 他们所喜悦的只是与主亲近 二 如此得见耶稣 从中发现欢乐幸福的人 是不愿意失去这种看见的 他晓得最会像云彩一样 使这种看见模糊不清 就极其谨慎 避免自己犯罪 考虑到上帝的应许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马太福音五章八节 他们必会不计辛苦 保守自己的内心 使其纯正 不受玷污 从而始终能在心中得见上帝 三 得见荣耀的耶稣的人 必会在他所配得的尊贵 侍奉和顺服中得见他 一个真正得见得荣的耶稣的人 就会不加争辩 不加思索 甘心乐意地为他而活 做他所喜悦的一切 四 得见得荣的耶稣的完全 就会得见他卓绝的圣洁 不像在河列山 在那里有惧怕 且有咒诅夹在那冒犯的人身上 而得见耶稣之圣洁的人 是得见其本质 得见那令人喜悦的荣美 这样的看见 必然会立即激发 爱慕耶稣之人的感情 使他们渴慕圣洁 因为他是圣洁的 五 得见得荣的耶稣的人 必会晓得 耶稣对他那永远的完全的爱 会意识到基督本身的宝贵 他们的灵魂必会受到激励 以爱他来回报他 我们爱 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爱的本质 就在于尽其所能地 做一切时 所爱者喜悦的事 同时又努力 与所爱的一致 看哪 那得见得荣的耶稣的人 必定会在心中 燃烧起熊熊的爱火 而这爱火 正是圣洁的源泉 核心与本质 六 得见得荣的耶稣 必会使你更加亲密地 与他联合 这样 就会有更多的美德 从他身上发出 一个人越是从圣灵得力量 越是受到圣灵的影响 罪的力量 在他心中 就会越薄弱 他就会越有热情 去行诸所喜悦的事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 令人信服的结论 得见得荣的耶稣 有使人成圣的影响和力量 当然 我非常清楚 并不是每一个敬钱之人 都得蒙殊荣 像主耶稣的三个门徒一样 在山上得见荣耀的耶稣 或者与使徒保罗一样 被提到三层天 我也晓得 有些人读到这里会感到难过 现在沮丧之情中 认为 我的内心是何等的幽暗啊 我的灵命是何等的低下呀 在我的一生中 竟然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得荣的耶稣 但是 要晓得 熟悉这一方面的是 感受到爱的激励 当你听闻 阅读此类事情的时候 发自内心的有可慕之情 因为迄今为止 还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所以就难过 忧伤 这些正是你蒙恩的证据 因此 内心这样的波动 正当激励我们 积极地寻求得见得荣的基督 若是我们在祷告 等待 盼望 信靠中坚持不懈 就必会发现 主向如此寻求 他的人显现 所以 你们都要壮胆 兼顾你们的心 诗篇31篇24节